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在昨天有看我们节目的 也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我在昨天的最后一盘之前 我们会员期货出掉 对不对 而且呢 期货收盘是10.127 10.128 我们出的很烂 我们大概出在10 应该是10.110左右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 等一下我们还有记录给大家看 我想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跟着我们做期货 说真的很简单 对不对 不用软体 你也不需要装什么软体 不需要看什么五分线 十分线 什么六十分线 三十分线 不用看这些东西 你只要有手机收得到讯息 你就有机会赚到钱 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我说真的我很佩服那些同业 号称全盛 我说真的 全盛还需要教你吗 对不对 我就不想多讲什么 反正 那个他家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拆人家的台 我们不要拆人家的台 因为 每个人都有各的 每个人不同的生存方式 我今天标题叫什么 小逼立大功 投资朋友 台股间谍啊 对不对 我们回到电脑的画面 这家公司叫做嘉哲 对不对 我的会员持股 而且你印象很深刻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我最近 有在抠讯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有一点很毛 为什么 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有人要把我的讯息 传给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是不怕大家都知道 只是说 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那是不是对我的会员 变成资讯上面 对不对 他们付了钱 但是怎么样 他们资讯上面 没有 怎么样 没有独特性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传出去 不过那不重要 投资朋友 你也记得 对不对 在3月19日那一天 我怎么在节目跟大家讲的 我说我带会员买这档股票 我觉得很好 结果隔天我没有出 第三天被打跌听板 还被人家笑 李冠青你也没多厉害 你那加折也跌听板 我说那没有关系 210元今天多少 今天最高296块 296 297 应该有297吧 对不对 3533加折 今天最高297元 涨多少钱 它涨了87块钱 大约就涨了4成 对不对 虽然我没有那么厉害 到这种3653这种涨了5成 这我说没有 3563 对不对 它涨了5成 我没有跟到 对不对 8996这也都涨了5成 你知道吗 这都涨了5成 我没有跟到 但是我有赚到这一波 投资朋友 3533的加折 我有跟大家讲过 文言一点叫什么 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对白话一点叫什么 少一分口水嘛 对不对 少一些口水 多一些行动 不要只在那边 说这个公号拍天啊 叫什么 口水战 打嘴炮 对不对 你说亏事 你这样讲不对 我每天看到唐湘龙 看到这个黄志贤那些人 黄志贤现在比较看不到啦 我看到唐湘龙 对不对 什么赖月中 还什么的 都在那边怎么样 打嘴炮而已啊 但是我告诉你 人家打嘴炮有车马费啊 你有吗 你没有 对不对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人家这档股票 我买完还跌停板给你看 真的很丢脸 买完跌停板 就现在赚四成 对不对 是不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还不止加折 投资朋友 今天创新高的还有这档股票 叫梁伟啊 赚6块5 股价剩三十几块你不敢买 天地良心啊 3044的见顶也是一样嘛 我每次出手见顶 不过见顶我已经出掉了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一百多块出掉了 对不对 我每次出手见顶 都是在高我八十块不进 真的很巧合 对不对 我喜欢这种公司嘛 好不好 我喜欢玩这样的 这种被低估的股票 这才是重点啦 投资朋友 324我们买的还不是83块 今天买85块 我买85块 买完 照有人惯下来啊 投资朋友 新日新不也是吗 不是日耳硬 新日新 不也是吗 我买95啊 收盘93嘛 94嘛 最低多少 89块耶 是不是你现在回想起来 原来如此 当初 对不对 咬着牙 进去买股票 现在呢 欢喜收割啊 你随便卖都会赢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些都是小兵 而且都怎么样 都立的大功嘛 不是四成就是五成 还有三成都有 对不对 你说老师 跌下来好多 没错啊 对不对 整个大盘跌很多下来 但是投资朋友 你敢在低档买进股票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 很多股票 对不对 真的很便宜 直立率来看 或什么样来看 都很便宜 你还不敢进场 你昨天每天冷宵 用看的 我们等国安基金进场再进来 我们等什么 等什么 你要等你家养的小牛 对不对 你家养的母牛 生小牛在进场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对不对 你要不要等到 瑞德西韦都能生产 在进场 也可以啦 好不好 我没有意见 对不对 但是请你记得这一句话 我讲过的 对不对 富贵显中求 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 明知三有虎偏向虎山形 这都不是我发明的话 大家记得去年华为事件 明知三有虎那三档股票 我们带大家做嘛 莲勇 瑞玉 细创 每一档不是都轻轻松松的吗 对不对 那时候叠得稀里哗啦的 我多感谢川普去制裁华为 就像这一次一样 投资朋友 虽然我告诉你 其实我认为这个大盘 很可能会来打第二只脚 不过我姑且不论他要不要打第二只脚 我先不预设立场 他万一不打第二只脚 我告诉你 回补起来的买盘会很大哦 会吓死你哦 你说那你心里胡说 你看快意识 你看今天大盘这么烂 今天大盘还有点沙尾盘 为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两天有很多融卷要回补 很多人都去猜测嘛 融卷回补完之后 股票会不会大跌 对不对 3653的建设是一个例子啊 他也是这两天融卷回补 应该是今天或明天吧 还是今天就回补了 对不对 今天最后回补日的是谁 艾浦嘛 对不对 还有谁 3406的玉金光 今天最后回补日 但是你觉得呢 如果今天 过了这一关 如果今天 这个怎么样 全世界的这个什么 所谓的一个疫情的状况 就像白宫卫生顾问讲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像钟南山那么厉害 他说高峰就高峰 他说低就低 对不对 中国的这些数字 说真的我都不太敢相信 如果数字那么好 什么武汉没有什么新生病例 都是外移病例的话 我请问你 为什么武汉开封 对不对 武汉一开封哦 大家都要跑出去呢 我请问你 你在怕什么 对不对 我先不管 但是我跟大家讲 白宫这一次的卫生顾问 这一刻叫什么 叫做佛奇 最近也很红 佛奇啦 对不对 古墨啊 最近都超级红的 对不对 不是只有川普在那边红而已 好不好 他说本周过后美国死亡病率将有机会下滑 他讲完之后啊 昨天美股大涨 对不对 昨天美股大涨 不然你看出现在 纽约市长白思豪 对不对 纽约州长古墨 哇 说真的纽约都要盖万人种了 这人家这样讲 当然没有到万人 几千人啊 对不对 真的很夸张 你知道吗 这 目前都看不出 所以然来 而且昨天我没有记错的话 纽约市的人数 昨天是应该是 由统计以来 最多的一次 当然有些人 就像中国讲的嘛 对不对 武汉死在武汉肺炎的 两三千人 但是去领骨灰坛的 有四万八千人 对不对 表示怎么样 表示其实只有十分之一不到的人 是死在武汉肺炎 你如果相信的话 都可以 对不对 我是不太相信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他说白宫抗疫小组 他认为这佛企 他认为下个月几拜下降 我们就密切去观察 我们就密切去观察 而且我跟他讲 你不要低估美国 这个国家的医学实力 千万不要低估他们 全世界大药厂 对不对 葛兰素史克 对不对 亚培恩美利 亚培 不是亚培 亚培恩美利是 亚培 娇生 对不对 威尔冈 那个辉瑞 对不对 更不用讲那个什么 吉利德 对不对 这些超级大药厂 都是在美国 他们有什么样的实力 其实你我心知肚明 对不对 台湾有一些公司 我不要讲他们是不是炒股 取得什么新冠肺炎疫苗 什么等等什么的 我请问大家 那真的是 你有这个能力 生产量产 到底有人要用吗 人家敢用你的东西吗 我个人都不这么认为 好不好 我先不讲这些 我们回到我们的标题跟你讲的 美国的病例 等等等等一大堆 你看 最会口水就是这一位嘛 对不对 因为他一定没有看我们告诉你的 虽然我们讲的不是 政治 对不对 我们讲的不是政治 对不对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讲的是股票 我建议大家 对不对 少一些口水 多一些行动 直升机撒钱 轰炸机炸钱 你不出手 你还是怎么样 拿不到啊 我请问大家 对不对 你不出手你就拿不到 你放心好了好不好 你看 譚德赛 他昨天出来骂人了 他昨天除了骂台湾 骂我们外交部长 吴钊燮之外 对不对 他还骂谁 骂川普 他说 不要把病毒政治化 如果你不想看到更多世代 说真的这好可怕 你知道吗 这家伙 对不对 武汉 武汉健康联盟 对不对 武汉 武汉卫生联盟的这些公司 这家伙武汉嘛 当然说 武汉 对不对 武汉健身 武汉卫生联盟的公司 这家伙 网友帮他整理出来 你看 今天如果 WHO 他及早警告大家 我告诉你 不会走到今天 你放心好 可能疫情可能2月之后结束了 你看 1月23日 他说中国分享疫情信息即时 而且有即时采取相应措施 事后我们都知道没这回事 我们习大大说什么 不要影响到大家过年的气氛 对不对 所以没有 1月11日上海去释出这个病毒序列 赶快去把上海这个病序给关起来 我不让你知道 对不对 事实上去年11月12月 有人不是从 华南海鲜市场得到武汉肺炎的 叫做不明肺炎 他也都全部 掩盖来不知道 投资朋友 这是中国的态度 对不对 是为反对 任何针对中国的旅游跟贸易限制 来尽量去旅游 尽量去贸易 对不对 2月11日 中国以外的疫情传播可能冰山一角 必须要团结对方病毒 确保疫情不会失控 中国以外都没有什么事 对不对 2月12日 他说比起恐怖袭击 病毒可能引发了政治 文化动荡 威力更大 国际更积极 这比较正常讲法 对不对 来 2月21日 中国新增的病例减少令人鼓舞 2月24日说现在使用大流行一词 不符合事实 3月21日告诉你 还没有构成大流行 3月11日 事隔半个月后告诉你 拍謝 对不对 现在啊 对不对 可乐纳 可乐纳Virus 现在变成全球大流行疾病 这些都是谭德塞讲的 都不是乱讲的 对不对 当然我讲这些东西 谭德塞不会来骂我啦 你放心好了 对不对 我们只是小咖嘛 对不对 我们只是小咖 这次真的 也败这一个所谓的一个 这新型冠状病毒所赐 台湾这次国际人间度大幅度提升 虽然这些国家不太可能跟我们建交 没错 但是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我们有办法做口罩 我们有办法做防护衣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虽然我没有叫会员去买 我跟大家讲过 对我这次我没有叫会员去买木的 但是我觉得 光光下董事长 这还真的做了 做的是相当不错啦 对不对 做相当不错 你看他能够去设想这些东西出来 这是 蛮不错 难怪他股价能涨五成 你股价不能涨五成 对不对 有人股票一直跌的啊 有人股票根本 对不对 有人根本怎么样 准备下市了嘛 4月1日冬备有一个读董请辞 那个读董叫钟聪明啊 他是我的老师啊 也是321的董事长啊 对不对 我相信他也是看不下去了嘛 不然他干嘛请辞呢 东辈的发言人翁冲智协理 那个是我的学弟 虽然大我很多岁 对不对 我不多讲什么 反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 每个人 除了老板之外 对不对 你要有时候在大企业里面 你要干那么久 他翁冲智干很久了 你知道吗 我记得 我记得他应该 应该至少做东辈的 财务部门财务协理 他至少做十几年以上了 你要干那么久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能够迎合老板的意思嘛 老板希望你这样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可怜 对不对 除非说他有亲戚关系怎么样 这我不知道 反正这公司我就说真的 我不是第一次骂过了 对不对 我不是第一次 我不是第一次讲过了 人家也透过一些关系 对不对 透过一些关系 希望我不要再讲他们不好 董事长吴庆辉 好不好 董事长叫吴庆辉 我不认识他 我真的不认识他 好不好 我真的不认识他 我懒得多讲什么 反正我希望大家 投资朋友 少一些口水 多一些行动 用看的 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你不出手 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救 什么都没有用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你看这位口水王也来了 现金是垃圾 不过我告诉你他讲的是没有错 对不对 他说现在全世界大傻钱 现金一定没有用嘛 对不对 他讲没有错 我就懒得 我就懒得多讲什么了 现金没有用 但是怎么样 当现金没用 你还笨到去买那些什么 靠现金在发财的人嘛 靠放款在发财的人 投资朋友 我说真的 这些靠放款在发财的 赚人家那百分之一的利息 承担的风险是有多大 我当初我记得 我在跟我的会员 提到中信金的时候 那是我的会员专题讲座 那时候中信金还在这里 还在这里 投资朋友 阿哥在家啦 三月初的时候 我说大家在那边说什么 中猪很烂 对不对 我不是没有中猪没错 大家在那边骂中猪很烂 我告诉你中信金会更惨 我告诉你 还有更惨的 对不对 富邦金 国泰金 我告诉你都惨到爆炸了 只是你都不相信 存什么股 对不对 这些联盟都不见了 然后说存玉山金 存什么台秦金 天哪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我是一个受过完整会计训练的 大学四年也就只有两年 我光会计念了六年 我都看不懂这些金融股的 这什么财报了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星光金 我都看不懂了 更何况是你 当然很可能是因为我程度太差了 对不对 你们程度比较好 那我没办法 存股 昨天我在 这很有趣 昨天我在这个 有一位这个 有一位这个 前非凡主播的这个 粉丝眼里面看到一段话 那我不好意思把它剪出来 因为这样 会伤到别人 那当然呢 这有人回应他一句话说 我以前都看 他说我都看 杨世光节目 都看 谁谁的这个 谁谁的这个 常上节目在那边讲 就是这个 叫你买原油正二那一位 不是小郭 不是郭哲总 不是啊 是原位一直叫你买原油正二的 对不对 买到挂掉那一位 他说我都看不太懂他讲什么 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位 这位已经 离开 现在在做自媒体的 这位主播 你深入浅出的讲解 让我以后能看得懂 他们两个人的东西 天呐 我真的 恭喜你他看不 恭喜你看不懂 你个看得懂就死定了 我跟你讲 对我不多 我不多讲什么 好不好 我没有在骂人 我没有在骂人 反正 投资朋友 我们的操作很简单 对不对 你看这些公司 你看这些公司 这都不是今天 这是3月30日 我秀的东西 投资朋友 新日新跟家者 家者那天多少钱 今天290块了 对不对 今天290 我看一下 今天296 投资朋友 今天296 新日新那天115 今天多少 投资朋友 今天多少 今天最关 130元 对不对 你有没有赚到 你扪心自问嘛 好不好 两维有没有赚到 建顶有没有赚到 建策有没有赚到 还是你要到昨天才去追进去买 对不对 很多人现在问我建策 我跟大家讲 你时间拉长 你时间拉长 我告诉你 未来你回来看这边都是低点 对不对 未来回来看这边都是低点 我一个东西没有剪到 不好意思 那算了没关系 我本来小运动 还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那没关系 那没剪到 有空再跟大家报告 投资朋友 再来是星星嘛 你也看到了啊 对不对 这是我3月30的节目 但是这一家公司 是我3月26日 建议会员买进的股票 他叫星星 对不对 他刚好3月26日下午法说会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没有记错 为什么我会3月26日买 因为 我就是因为看到 他说这个东西嘛 投资朋友 对不对 投资朋友 3月27日 3月27日 我买完隔天 他才公布的啦 对不对 他说他要增加资本支出 那股票调升30块 之前60都有人喊 你看 我没有乱讲 你看 是不是有人喊60啊 对不对 Jerry啊 对不对 Jerry啊 Jerry喊60啊 Jerry蔡 对不对 杰利老爹喊60块啊 那含60块的股票 他从来都没有改哦 他都没有改 那我请问各位观众 他含60块的股票 跌到30你要不要买 投资朋友 3月26日在这里啊 最低30.5 隔天 30.25 再隔一天 3月30日 最低29元 投资朋友 你要不要买 人家喊60块的股票 跌到30块 他又没有因为这样子去什么 去修改他的看法 他还告诉你什么 他说 不好意思哦 智慧型手机可能会下滑 没有错 对不对 他说怎么样 他说因为 HDI的部分啊 就是智慧型手机的HDI 会delay 会delay delay的Shyperman 会delay 这个 没有办法这个送出去啊 什么等等 对 他说 这个 但是接下来呢 他说什么 什么PCBFPC 这些跟什么 跟 跟非智慧型手机有关的东西 就是什么 5G基地台这些东西 他说会很好 什么 什么物联网这一类的 对不对 他就这样跟你讲 他就这样跟你讲 那你也不用等到 他跟你讲这些东西 投资朋友 今天新闻出来啦 对不对 星星华通都创重极新高 其实华通也非常的不错啦 我这样跟大家讲 我礼拜二是不是在我的 礼拜二在我们的这个非凡 找盘跟大家讲过 那时候 韋如在问2368 我说不要再追 不要再追了 他的红K多到我算不出来了 不要再追不要再追 你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去买什么 去买华通 对不对 应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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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这一天 对 你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去买华通 你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去买什么 去买星星 你可能有机会买到低点 我是这样讲的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骗你吧 都没有什么乱讲啊 佳哲这边没有讲完 这边 这里这一段 投资朋友 佳哲还是我3月30日 3月31日上 非凡跟大家讲的东西 对不对 投资朋友这些都讲过了嘛 佳哲两尾不就这些吗 不然还有什么 对不对 星星也跟你讲了啊 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多关注我那种现场邀访的节目好不好 你这样都做不到 那你还看我节目干嘛 你不如花点时间去看反骨 或者看什么 对不对 或者看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 很耐眼 每次吃那种超大的东西 有时候就觉得很恶心 把什么泡面 结冻起来 然后毕竟削冰 我一般都想要投啊 酸辣汤把它结冻起来 毕竟削冰 我一般都想要投出来 对不对 不过那不重要 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不多讲好不好 这我们都 不多讲什么 这给大家看就好 这边 最后面 对不对 星星 你看 对 基板业务 优 然后外资加上喊进60元 就小魔奖了嘛 对不对 那外资呢 认为持平等 认为持买进平等 45.7元 这是什么 这是野村嘛 这野村嘛 对不对 野村 这野村这一位 这个什么 安利 李安 李安说的嘛 李安说的嘛 对不对 然后什么 星星受惠高效应酬 这也是野村讲的 对不对 但重点是他讲半天 你有沒有出手嘛 你没有出手 你没有出手一切枉然 好不好 没有出手全部都白搭 对不对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嘛 对不对 旺宏你看了半天 你到昨天看新闻才出手 今天往后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 但未来会不会涨 我们不多讲 不多讲 那干我什么事 包括期货部分 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从 上个月中开始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我为什么要带期货操作 因为很久没有带期货会员了 因为我看不下去了 我希望能够带起一个示范效果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 我一开始以为大家觉得我们很准 会跟我们担 然后那个 同意的会一直跟我们担 结果不是 我发现到 对不对 我太看重我自己了 人家都还想跟我对坐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放马过来 全部一起上 好不好 把我当夜问就好 全部一起上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不要求每天出手啊 如果你要每天出手 每天一定要在那边冲那个两点三点的 要冲一下冲一下冲一下 你不要找我 对不对 我们公司 还有很多会收起我的 你找他们就好了 每天两点三点 或者城市交易 你也不要找我 但是如果你要 胜率高的 对不对 你要能够一次 能够怎么样 至少昨天也很烂 昨天 昨天大概赚一万到一万二而已 你要能胜率高的 再来找我 好不好 这是我跟你强调的东西 这个都跟大家讲过的东西 这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昨天是什么 10110 最后收盘多少 10127 对不对 你说快速我比的厉害 我卖在收盘 那恭喜你们啊 恭喜你们啊 对不对 但是我昨天我们实实在在的 帮大家赚了至少一万块下来吧 对不对 你买60的人 你也可以赚一万 你买50的人赚一万二 就这样子 对不对 至少这才是怎么样 落到口袋里面 让你能够去吃香喝辣的 所以现在没什么好享受了 真的 今天 全市场 尤其这个我们同业里面 传最多就是某一家酒店 对不对 看来是要强制停业很久了 对不对 因为有确诊 那我们不多讲 那你看新闻就好 那与我们无关 对不对 因为有些同业 超级喜欢去那一家 那家酒店在哪里我还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不晓得 不过 所诊现在大家娱乐变少了 对不对 早上早点回 晚上早点回家嘛 你家里附近的小的餐厅 小的便当包一包回去吃 那不然回家自己做菜也是可以啦 对不对 安全第一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尤其这种 非常时期 对不对 麻烦你把命看重一点 没有命什么都没有 真的 没有命什么都没有 你晚上在那边 出去搞什么搞什么的 我告诉你 到时候 祸害是殃及全家的人 你知道吗 尤其如果你是 一家一起住的时候 对不对 祸害是殃及全家的人 我再三跟大家搞 就像上次 放假前我跟大家讲的一样 对不对 我就告诉大家 真的保持社交距离 对不对 尽量减少聚餐 就算你要聚餐 你也要确定跟你吃饭的人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 怎么样 没有去哪边 罚罚罚的人 所以我跟大家讲 当我昨天发现到 非凡开始 以后来宾都要戴口罩 之后 我觉得这好现象 因为 不会有人诚实的告诉你 不要说不会 一次会有人 可是 总是会有人 乱讲 对不对 明明就有去过 十一个集团跟你说话没去 这一定有的 你看新闻就有啦 对不对 因为现在大家担心嘛 你以为每一个人都像外资 这个外资一样 外商告诉你 work from home 对不对 WFH 不是耶 本土有很多人是什么 你给我放到下礼拜五 无薪假 好不好 大家都怕嘛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健康很重要 包 自己要怎么样 自己要知道能保命 好不好 这才是重点 这不然赚多少钱都没有用啦 对不对 赚多少钱都没有用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要进来赚钱的 如果你相信我所讲的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富贵显宗求 投资朋友 嘉哲信心 见顶 梁维 松翰 秦城 建策 等等等等 神达也是啊 我跟大家讲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建策嘛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秦城嘛 对不对 但是神达便宜吧 对不对 都是出给浪潮 伺服器 有人做饥渴 做伺服器嘛 对不对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 围影啊 对不对 这些我们 一而再再而再都跟大家讲过了 那现在你跟我们一起操作 没有 我们其实讯息 所有人 除了存股 因为存股是比较 我们存股定位是在怎么样 比较少进出的 对不对 每年目标10%的那一组叫存股 好不好 除了那存股之外 我们讯息 其实提供到4月底 接下来 对不对 我们现在也新开了一组 直接做期货的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没有灌一些奇怪名称的软体 没有都没有对不对 没有一些奇怪名称的软体 也不用担心软体的伺服器当机 对不对 我们目标只有赚钱 只要一只手机 收到简讯就能够操作 这我都不多讲了 对不对 反正时间快 快要快要到最后了 好不好 再跟大家提醒 对不对 少一些口水 多一些行动 对不对 做而言 不如起而行 人家可以靠嘴炮赚钱 但是你没办法 对不对 你不出手 钱不会来找你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最后一页了 我们的全面启动计划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股票期货 或是股票加期货 双管齐下 才能够达到 事半功倍效果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跟我们现在的朋友们做联络 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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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